全台最速报不验票了 丁首忠提选举无效之诉 台北市长选举 国民党参选人丁首忠提起选举无效之诉 丁首忠团队接负的愿提选举无效之诉 丁首忠律师周国戴强调 今天来的目的是撤回重新验票起诉状 他们认为进入验票程序的话会逛日费时 改变诉讼策略将直接提起选举无效之诉 副议长郭明斌出庭韩渊 选市长施力 肖疏力如常开会 选举落幕 嘉义市议会26日定期会开会 几家欢乐几家愁 转战市长施力的议长 肖疏力如常主持会议 为能连任的市长图形者 与肖疏力握手致意 展现民主风度 副议长郭明斌 则因社会选案准时到北前属出庭韩渊 卸任后挑战大卫 朱立伦不排除任何可能 国民党在这次全聚大胜 清北市长朱立伦功不可没 外界关心他未来是否再度挑战2020总统大卫 朱立伦说 目前最重要是在12月25日前 他每一天会把市政工作做好 与侯友谊市长无逢接轨 之后他就是一位市民 跟所有台湾基层民众站在一起 未来不排除所有可能性 花博 花博 花五馆 人体花式设计赛结果出炉 台中花博后里马场圆区花五馆 人体花式设计大赛 由17个国内苍展单位创意设计 让花卉就像珠宝 衣服般装点人身 展现不同的风采样貌 教育局长彭富源表示 这档竞赛不仅让大家欣赏精彩花艺 也充分发挥运用自然烘托人体之美的创造力 相当吸睛